将出发日本参访 将会拜会日本国会议员和侨界人士 行前也在松山机场发表谈话 最新的状况连线给记者徐国豪 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今天将从松山机场出发前往日本东京 展开为期三天两夜的访日行程 而在行前侯友宜也针对相关行程做出预告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孩子的关系可以讲是紧密不可分 尤其台湾人非常喜欢到日本 在十佳期间我们也可以看到 苦人常常到日本旅游 日本也非常重视台湾 在彼此之间紧密的友情底下 回这一趟再到日本 就是继续深化我们的友情 后一到东京的第一个行程 就先会拜会这个妈祖庙 来进行相关参拜的一些行程 那稍后马上就会紧接着 来跟日本的国会议员 来做这个见面与交流 而这也是首次第一次 侯友宜前进日本国会里面 来跟国会的议员来做交流 而后续两天 也会有更多的相关的参访 这个日本政要的行程 记者都会持续的带你来掌握 以上是记者在现场 掌握最新状况 我们将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